有人有邪靈,也有精神病 如何處理呢? 在趕邪靈時,我們會做兩件事 一個是輔導,一個是趕邪靈 教他如何親近神,處理生命 我們曾經說過的是 有靈的釋放,有魂和生活的釋放 魂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而生活的釋放 為何要做釋放呢? 因為一個人經常吵架 他自然的邪靈是不會走的 有些人習慣了憂鬱,不開心 其實憂鬱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鼓勵大家,當你發覺內心有不開心 請你儘快告訴自己,神愛我 我沒有需要不開心,事情有多不順利 人家怎樣對我,我覺得不公平 有什麼不好也好,不關我事 神一定會保護我,神一定會為我開路 人不能夠攔阻神的計劃 心信這件事,人不能攔阻神的計劃 神的祝福一定會來的 這件事就會令到這個人有正面思想 當一個人習慣起床就不開心 每天都是這樣,他會變成精神病 而精神病就很難處理 精神病也有程度 輕微的就是每天都憂鬱 再重的就是發脾氣 發脾氣或者傷人 傷害人 另外有一種就是,還有什麼情況呢 就是已經失去了理智 以及掌管自己生命的能力 就是你叫他每天祈禱 他又會忘記,他又沒有動力 就是他人好像全都離開了 整個人好像沒有能力去改變自己 或者刻意去跟從神 就是他的意志已經很弱很弱 所以當人去到精神病的程度的時候 醫治是難很多的 就是他仍然在不開心 憂鬱壓抑的狀況 他的醫治還可以 比較上是快點來到 但如果他到精神病 通常就會來的 原因就是因為他已經失去了 那種合作的能力 多一個人完全失去合作的能力 可以說是很困難 因為他自己經常習慣憂鬱 不開心、煩惱 而他又不肯合作 他又不能夠合作的時候 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呢 凡是有人有什麼情況 其實事實上真的去到精神病 那些失控那些 雖然說香港人五個有精神病 但那些通常不是去到要入青山那種 是要入青山那種 我不知道比例有多少 就是到到失控的 你擺入青山他會打人 經常都傷害人 那種情況的人不是多得很厲害 就是有的人不是多得很厲害 那種人是比較困難的 但如果他 就算他不同的情緒病 他那個意志上仍然是健康 就容易很多 就是他能夠合作 如果他只是憂鬱 但他經常都 你叫他做什麼 他又不肯做的時候 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我們一定是輔導他 了解他的情況 他的困難 有什麼壓抑 有什麼影響他 然後引導他 如何處理 也都幫助他 如何親近神 可以隨時經歷聖靈 由他每天做 每天親近神 每天享受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越來越強了 然後他自己都可以趕邪靈 當然他每次來到我們聚會 我們可以跟他說 但他回家每天都做 每天都享受神 甚至經常都宣告正面的說話 神愛我的神 看重我的神 神祝福我的神 神在我身上有奇妙計劃 那麼 那些負面的事情 就不會影響他 然後在這樣的狀況 他感覺到神的同在更強 他可以奉耶穌命趕邪靈 那麼他那個 即是他那個 一步一步就會易戰 那麼他生活方式也有改變 譬如他容易和人吵架 他需要改變 他不用吵架的方法 用溝通的方法 來處理任何的問題 所以是需要靈魂和生活 當然也有身體 就是靈魂體 例如他睡覺 有些人很晚睡 習慣了 這件事是不健康的 也影響過人的情緒 很難醫治 但有些人不能夠 有什麼辦法 可能做輕量的運動 即是用一些方法 令到他的心情平靜 還沒睡前站在那裡祈禱 放鬆的人 那麼他容易睡覺 半夜醒來都起床 站在那裡祈禱 為什麼站在那裡祈禱 因為睡不夠的時候 血在那裡跳 那麼他站在那裡放鬆的人 血慢慢靜 又祈禱 神的同在就令到他容易睡醒 還有他吃的東西 整個人照顧的時候 他就容易看過了 好嗎 也糟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